各自附中 龙凤城牙 高三加油 高考必胜 中国大陆高考也就是大学入学考试进入最后冲刺 这所学校找来无人机表演团队 从校园田径场出发 还挂着高三加油 高考必胜的红布条 象征人生就此起飞 本周末即将登场的高考 全国报名人数多达1342万人 比去年增加51万 为确保考生专心应战 多地政府要求网咖 KTV 歌舞厅 游乐场暂停营业 甚至有地方政府对辖下网咖采取断网措施 教育部将会同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联合开展 净化设考网络环境 净化考点周边环境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 打击剃考作弊等专项行动 考试不是只有考生的事 大陆中央及地方上下都得动起来 福建平南县人民政府公告 除了上述娱乐场所 必须自5号到9号 18号到21号停业外 就连建筑工地 板材加工厂 和住宅装修业都得暂停施工 另外甘肃省天水市文旅渠强调 不得携带音响设备 到距离考场 住宅区 考生投诉的旅馆附近 跳广场舞 要确保考生不受干扰 对考点学校 考点周边 以及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 进行拉网式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考前先行介入检查 线上线下同时监管 连考生吃什么都特别注重 菜单必须先审核 各个考场还有专责人员进驻 确保饮食安全 由于大陆名校录取率仅仅1.62% 高考成绩决定了大学文凭 各个环节都不能松懈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